拍拍前面 OK 拍拍旁邊 拍拍旁邊 攻右鍵 右攻左鍵 這個意思 所以你做這個動作 還要發出聲音來是不是 只要五分鐘 你可以計時開始 五分鐘 四個動作 四個動作 第一個叫滑滑手 四個動作 滑滑手 邊看電視 邊開會 邊走路 邊聊天 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前面的朋友跟著做 所以現在滑滑手 滑滑手這邊 破胸 對啊 還可以強化你的背肌 這個真的應該要好好做 因為現在大家每次坐在電腦 前面都是這樣子 對啊 久了之後這個地方都會痛痛的 對 順便破胸 讓你的肩關節靈活 靈活 讓你的胸部能夠開闊 你的背肌可以強化 所以很方便 滑滑手 第二個叫 膜膜腰 膜膜腰 腰部在這裡有沒有 上下膜膜腰 膜膜腰 是魔鬼的步伐 黑又膜擦 這樣痛嗎 膜擦身色 膜擦身色 OK 好 第三個叫 拍拍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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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比較脂股的肌肉 我們不是有一種叫敲膽筋嗎 對 膽筋在外側 膽筋在外側 我畢竟玩弄我就拍拍 拍拍拍拍拍 拍拍腿 拍拍前面 OK 拍拍旁邊 拍拍旁邊 你可以拍拍乾淨 拍拍乾淨 反正你就是方便 你就可以拍拍 放鬆啦 你這樣拍 所以我這個運動 可以坐在椅子上坐 我們現在示範出來站著坐 你坐在那邊看電視 你就可以拍拍 拍拍 這樣會不會聽不到電視的聲音 拍太大聲 拍拍腿 第四個叫搓搓腳 搓搓腳就是兩隻腳去摩擦 你如果站著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拍拍 這樣拍拍 有沒有 這也是一個腳的動作 可以在外運動的拍拍 在家裡就可以搓搓腳 電腳 電腳 腳跟離地 然後呢 抖身 抖一抖有沒有 上下晃鬆抖 然後 還要發出聲音來是不是 這不簡單耶 怎麼會有點像猴子 猴子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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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像猩猩 很累 就是大腿在上面這邊會亮 電腳 然後抖身 身體晃鬆才能抖 至於你要抖多大力 如果你的膝蓋現在已經在痛的時候 盡量要自己要示範一下 輕一點 輕一點 幅度小一點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有沒有 要看自己的關節靈活度來調整 所以我以前看到我奶奶這樣子 她其實就是這樣子抖身 可是她不是比較輕微的 對 微微的 像我們這個年紀還可以這樣 大一點 所以就是看小老師講的 你要根據你身體的狀況 來調整你要抖多大 對 有沒有 肩膀晃鬆 對 肩膀晃鬆 這樣抖 好 第三個動作也很簡單 很簡單 這是一個 腳打開一點 練左右弓箭步有沒有 是 這個叫做 拳打 南山虎 往這邊打過去 像打拳一樣 是 氣、蔥、白斗牛 一邊是拳 一邊是掌 這邊拳打 南山虎 一樣 這練上肢的力量 上肢的力量 我弓箭步是練蝦肢的力量 左右弓箭步就對了 拳打南山虎 氣、蔥、白斗牛 這個腳就是 南北 一下前攻後肩那個腳就對了 左攻右肩 右攻左肩 這個意思 所以你做這個動作 一樣啊 其實全身的關節都有運動 都有運動到 對 你的膝蓋不好 一樣你就輕一點 有沒有 拳打 氣、蔥 這樣也可以 像你調旁邊 那你可以的話就 可以 可以的話就蹲低一點 有沒有 對 就是說這個幅度都自己來蹲 自己來調 我們的運動都是 依你的狀況來調整 以不傷身為主 輕輕的 是 輕輕的有沒有 我這樣一樣可以打到運動 蹲不下去就站直了 這樣有動到就好 有動到就好 不要勉強 對 這樣動了你看 就流汗了 真的很流汗 但是強調 做運動之前 先做暖身操 好不好 不要讓自己的肌肉受傷 好不好 好 Wor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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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